美国商务部20日宣布暂时放宽对华为的部分贸易限制 颁发90天的临时通用许可证 减缓禁令对全球电信业客户所带来的影响 这也表示谷歌之前声称将终止华为手机部分功能访问权限的计划 也将因此暂停 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美国商务部宣布公告之后 谷歌随即暂停取消原本的停止合作计划 将继续供应华为软件使用 不过谷歌和华为都拒绝回应这项报道 据亨王指出 尽管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澄清新的授权方案 只是为了给华为和其他企业一些时间 做出适当的安排和处理 前商务部官员沃夫也强调 这是为了防止网络电脑和手机系统崩溃 并不是投降 但这某种程度上也显示出 华为商品和技术在全球的普遍存在 以及美国实施禁令后会产生的影响 美国家大力度围堵华为 继上周四美国商务部把华为列入贸易黑名单后 Google等多家企业也传出将暂停提供华为服务 不过美国官员周一决定 对华为的禁令延迟90天 直到8月中旬才会生效 对于美国商务部的临时通用许可证呢 华为创办人任正非也有话要说 综合媒体报道美国禁令发出后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高级副总裁陈立方 华为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朱广平等人 今天首度在华为深圳总部 接受20多家中国媒体联访 谈到美国打压任正非表示 华为一年前就受到美国实体管制了 要骂就骂美国政客与美国企业无关 而对于5G任正非也相当的有信心 他说华为的5G是绝对不会受到影响 在技术方面华为是领头羊 别人两三年肯定追不上 在专访当中 正正非还表示 华为是一家商业公司 提供的商品呢 顾客喜欢就用 不喜欢就不用 不能用民粹主义来定义华为 他说自己现在对华为有两种情绪 一种是爱国主义支持华为 一种是华为绑架全社会的爱国情绪 正正非坦言自己的家人 现在还在用苹果手机 苹果的生态很好 不能狭隘的认为爱华为就得用华为手机 他也提到自己禁止华为瞎喊口号 不煽动民族情绪 也因此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于成东 总爱开玩笑的说他不为公司宣传 另外任正非也强调 华为不会轻易狭隘的排除美国芯片 要共同成长 但是如果出现供应困难的时候 华为也有辈分 任正非说 在和平时期 华为也是一半用美国芯片 一半用自己的事实上华为也能做和美国一样的芯片 但不等于不买美国芯片了 至于谈到美国给予的90天临时执照呢 任正非认为这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华为不会出现极端断供情形 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美国对华为进行制裁的影响不断扩大 Google 英特尔 高通 德国半导体大厂英飞林等等 都传出不再提供华为相关服务 为了配合美国政府禁令 谷歌暂停与华为在软硬体及技术服务方面合作 华为现有手机恐将无法更新安卓系统 新款手机无法再使用Gmail等应用程式 日经新闻报道 如果谷歌停止供货的局面进一步扩大 华为在海外的手机销售有可能受到打击 对此华为创办人任正非坦诚 因为美国制裁禁令 2019年的销售额增长率有可能低于20% 不过华为身为5G领域的佼佼者 美国打压华为到底会不会受伤呢 彭博社一篇题为 川普围剿华为是可怕的失算的文章指出 美国对华为的禁令 相当于一枚核弹 一方面它将导致连带损失 各地企业面临破产 或要承担庞大的额外成本 另一方面 这会使中国加倍生产科技产品 文章认为 川普围堵华为是个不当 而且不明智的决定 因为这不但可能引火烧身 也会让当前的中美贸易僵局更难打破 而且报道认为 打击华为只会进一步边缘化 中国领导层中 本来就不多的温和派 而令鹰派壮胆 除此之外 中时电子报报道 华为董事之一的陈黎芳 也投书纽约时报 列出四点 说明美国需要华为 首先华为每年 从美国企业采购 超过11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 要是全面禁止华为设备 将导致美国就业机会 经济消失 再来也不利于 美国偏远农村地区 电信营运商开发新服务 而在5G方面 陈黎芳表示 华为是行业公认的5G领导者 封杀华为可能会使美国 在推出5G网络方面 落后于其他国家 最重要的是禁令 将无法实现 让美国网络更安全 陈黎芳说 如果川普政府 真的希望保护美国的网络 当局就不应该去封杀 某一家公司 而是寻找最佳的风险管理方案 不过目前美国决定 对华为禁令延迟90天 这样来看 美国与华为的对峙 短时间不会平息 美国才对华为 吹响了风沙的号角 现在就连中国制的无人机 也将成为美国 下一个围堵的对象 美国国土安全部 20号发出警告 中国制的无人机 可能会搜集敏感的飞行数据 并将这些情资 传回制造厂 成交给官方当局 警示文件也强调 美国政府对于任何 会将美国资讯 传到极权国家领土的 技术产品 都强烈的关切 这些国家允许情报单位 不受限制的存取这些资讯 特别是中国更罕见的 严厉要求公民 来支持国家的勤修活动 虽然这一份警示公告 并未点名特定的制造商 但据美国CNN报道 目前每家地区所使用的无人机 有八成以上 都是来自于总部位于深圳的大疆创新 正因如此 美国国土安全部敦促美国企业 应该要尽快了解公司无人机的系统数据 是否被供应商或其他第三方人士所存取 同时也建议这些使用中国生产的无人机用户 可以透过关闭无人机的网络连接功能 来避免资料遭到存取 事实上 美国并非现在才意识到中国制无人机 对国家安全的危害 苹果日报报导 2017年 美国陆军就曾经发布禁令 禁用大疆创新制造的无人机 并指控该公司将美国基础建设以及执法机构的资讯 分享给中国的政府 对于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指控 大疆也发布声明回应 公司高度的重视信息安全的问题 技术的安全性也在全球得到反复验证 其中也包括美国政府以及其他的美国企业 该公司强调 当用户使用大疆的无人机或其他的技术产品时 所生产或存储以及传输的数据 都完全的由用户来掌握 新闻时事报记者刘欣整理报导 原定于5月22日宣布大选结果的印尼选举委员会 突然提前一天在21日凌晨宣布总统大选正式机票结果 现任总统左科威以约10.82个百分点的领先得票率 击败对手普拉伯沃 根据统计左科威获得约8503万票 得票率为55.41% 普拉伯沃拿到约6,844万票 约44.59% 对此普拉伯沃表示 不会承认此次的官方计票结果 因为有选举舞弊的情况发生 他说自己会继续采取符合宪法的法律行动 捍卫人民和被夺取的宪法权利 法新社报导日前普拉伯沃受访时 也强调不接受计票的立场 并警告将有大规模暴动 当局出于维安考量 21日派出数千名士兵走上雅加达街头维安 以防民众骚乱 联合报报导当选的现任总统左科威 亲中立场明显 在第一届任期间 他积极引进中国投资 希望借此加速印尼基础建设工程 继雅加达万龙高铁 电厂等多项建设后 又再提出28项高达1275亿美元的方案 选举期间反对派候选人紧抓中资攻击 也让左科威招架不住 一度被迫向选民道歉 表示一带一路工程都将检讨 在左科威第二任期中 他将如何处理中资议题 在中方的压力和舆论反弹中寻求平衡 将成为他接下来最重要的课题 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在受打击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斯里兰卡计划与日本和印度签署备忘录 共同开发斯里兰卡的可伦坡港 建设费用将由日本政府的 政府开发援助部分支出 开发工程预计今年就会展开 根据报道 可伦坡港位于斯里兰卡的西部地区 海运量占斯里兰卡的九成之多 不过随着西南亚地区的经济快速成长 可伦坡港的处理能力也开始到达极限 加上中国拥有斯里兰卡另一大港 汉班托塔港99年的经营权 日本和印度深感威胁 才决定投入可伦坡港的扩建计划 牵制中国的一带一路 而斯里兰卡也在一带一路计划中 激欠中国超过80亿美元之后 决定向外求援 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如何购买明镜周边商店产品呢 我们为您制作了这份视频指南 如果您对购买方式疑问 欢迎随时联系明镜纽约小编推特号 atmjtveditorny 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来到明镜焦点 今天焦点镜头来关心 中美贸易战下的习近平是否有备而来 中美贸易角力战 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加码关税项目就只剩下药品与稀土没有入列 平常甚为冷门的稀土产业 最近因此成为当红话题 目前美国进口稀土大约有八成是来自中国 接近垄断供应的地位 外界就认为 这有可能会成为中国当局手上的王牌谈判筹码 敏感时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前往江西干州市考察稀土产业 美中贸易谈判代表中的北京代表中国副总理刘鹤也同行考察 引发市场对中国将打稀土牌的联想 只是官方话都说一半贸易战一年多下来 中国政府打仗的立场方式以及进度有什么筹码会怎么做 似乎都对人民没交代 究竟习近平打的算盘是什么 中国纪念人民接收到的讯息是相信领导人正在保卫国家 还是对中国官方近期频频释放的爱国情绪不买单呢 贸易战打得火热之际 上周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指出 中国虽然以高压控制网络资讯的流通而恶名昭彰 但是过去从来都没有全面封锁维基百科网站 如今维基百科代管组织维基媒体基金会证实 中国当局在4月下旬将维基百科网站所有语言版本全都封锁 一般用户现在已经完全无法阅读收视 对此美国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立博士认为 中国在贸易大战当中仍然处于不利地位 当局希望能够让步妥协 却不想要在国内背上丧权入国的恶名 所以才会全面封锁讯息 并且限制舆论 同时加强推广爱国主义 激发反美民族主义情绪 这个现象刚好凸显了习近平的生存恐慌 香港经济日报指出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加码关税大棒之后 中方一度保持沉默与低调 但是中美第11轮高层级贸易粗商结束 却无重大结果 中方对美国姿态似乎逐步回归强硬 主要是表现在宣传资源以及产业领域上 以宣传来看 当然不外乎全方位宣扬对抗美国思想 像是央视电影频道 从16号开始 在黄金时段改播抗美援朝 而且央视不会言说 我们在用电影来呼应当下的时代 同时新华社 人民日报 中央电视台等等中央媒体 近日发布多篇评论文章 单从题目上就可以知道 中方意在向川普政府喊话 观察人士就指出 中方此举用意明显 一方面意图向美方展示强硬 压缩对方较假空间 二来凝聚国内民众 枪口一掷指向美国 为贸易战下的中国政治稳定来护航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说 中共媒体抗美 操纵爱国以及民族情绪 来制造出一种被美国打压的悲壮 这么一来 党内外都会别无选择的支持党 以及习近平 同时暂时放下分歧 现在连自由派的中共高官汪洋都说 要跟美国掰一掰手腕 这说明抗争下去 应该是中共的集体决策 邓玉文又说 贸易战从去年达到现在 中共政府在产业结构上 的确做了系列调整 包括对民营企业发出信号 要加大发展民营的力度 也包括要加大向国际承诺 进一步开放 而且一年来的确也做了 这些不能否定 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则是认为 新华社昨天早上摆了一道大乌龙 突然报道说贸易战停火了 显示中共体制内还是很希望战火停止的 不过民间对中国官方打出的招数 部分民众肯定不买单 一个招数反复使用 只会使效果越来越不尽人意 到底是真要向美国决战到底 还是只有做出姿态而已 综合媒体指出 中国15号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 零售业同比增长率 已经下滑至2003年以来的最低 说明民众在信心不足之下 正在削减消费之初 另一个消极信号是 中国工业产值4月增速环比 也显著下滑 去年7月美国加征关税生效以来 北京当局已经在推动投资与开支 而采取财政刺激措施 现在经济却仍然继续降温 说明中美贸易战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造成的挑战兼具影响不小 有媒体分析认为贸易战升级 无疑让中美两败俱伤必须诚实面对 过分夸大对方损失 以及过度轻描淡写自身危害 都是愚弄百姓 如果未来贸易战恶化 中国经济增速可能进一步放缓 债务飙升 外国企业纷纷撤离 就业形势恐怕十分严峻 美国寻求与中国在经济上脱钩 这也恐怕只是第一步 中美走向长期战略冲突 甚至全面冷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这不是靠摆出痘痘逼人 好勇斗狠的义和团架势 能够解决问题 需要清醒的认识 理性的管控 才能够有出路 明镜焦点 徐伟林整理报道 中美貌一争端持续 华为的风沙争议 又在加剧这场对抗 双方隔空喊话 你来我往 威胁论 俨然已经成为中美双向的主旋律 法广报导 离开谈判中的中国 这几天把美国当作自己的主要威胁 除了大眼抗美援朝电影以外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0日 在中美贸易谈判首席代表刘鹤的陪同下 远赴江西考察调研 了解中国主要的稀土开采 和加工企业的生产和发展情况 习近平视察江西稀土企业有何意义呢 报导指出自贸易战升级以来 中国国内一些鹰派学者发表文章表示 中国手中握有三张牌 可以打赢这场仗 也就是美债 稀土和在华美国企业 而习近平视察江西的稀土龙头企业 无非显示他认同鹰派学者的观点 强调中国稀土在国际贸易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习近平不用威胁就能警告威胁美国 中国是世界稀土储量和产量大国 也是出口美国稀土最多的国家 事实上中国一直有意将稀土贸易 作为对抗发达国家的武器 2010年中国将稀土的出口配额削减40% 美国日本和欧盟于2012年 向世贸组织提出诉讼 中国败诉之后才于2015年取消出口限制 美国政界对中美贸易战的态度前所未有的一致性 也同样表现在对华为的态度上 报道指出在美国进一步限制华为之后不久 国际互联网龙头谷歌也宣布重大行动 宣布中断与华为合作 将不再提供安卓系统等技术服务 另外还有一些欧洲供应商也传出 将对华为的业务采取更谨慎的态度 除了华为以外 美国情报官员还举办一系列机密简报会 警告科技企业在中国经营的风险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其他情报相关单位 向大型科技集团 风险投资者及教育机构做了一系列简报 根据了解类似的会议一直在举办当中 后续还有更多会议正在筹备 这也进一步表明美方对中美贸易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在军事领域美国华盛顿时报 日前发表一篇题为 前情报官员对中国日益强大的海军力量 发出警告的文章 内容提到前太平洋舰队情报部主任 詹姆斯·法内尔 多次公开谈论中国的军事威胁 并直接指中国为敌手 引起了恒大震动 根据了解 法内尔也因此受到压力而退休 法内尔曾在演讲中说 中国海军力量正在高速崛起 并对美国全球利益造成严重威胁 在2015年到2018年期间 北京的海军造船速度是美国的四倍 让中国有望在2030年 将一支拥有近450艘军舰和110多艘前舰的舰队投入战场 这支海军的规模将足以控制台湾海峡内外的水路 他预计中国海军将在未来十年内 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性海军力量 并对美国造成威胁 另外法内尔也强调 中国在南海的七个人工岛屿中 有三个修建了大型港口和超长的飞机跑道 规模跟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类似 他认为中国在南海修建多个大型人工岛屿和海军基地 目的是为了在必要时封锁南海航道 以阻断美国海军由此前往台湾海峡 纵观来说尽管中美贸易下一轮谈判还遥遥无奇 但两国对彼此的威胁却丝毫没有停下脚步 该如何停止这些威胁举措 进入真正的谈判进程 考验着中美两国领导人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华为禁令风波还没停止 美国又在对另一家中国科技公司下手 美国国土安全部5月20日发出警告 中国制的无人机可能会搜集敏感的飞行数据 并将这些勤资传回制造厂 呈交给官方当局 虽然这份警示公告并未点名特定的制造商 但根据美国CNN报道 目前每家地区所使用的无人机 有八成都是来自大疆创新 由于中美贸易战火还没停 华为事件也持续延烧 大疆创新会不会成为美国下一个制裁对象 各界证密切观察 大疆创新于2006年由出生在杭州的汪涛一手创立 是一家以生产研发无人飞行器 及飞行影像系统为主的公司 企业总部位于广东省深圳市 在美国 德国 荷兰 日本 北京和香港都设有办公室 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无人机生产商 在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七成之多 客户遍布一百多个国家 只是大疆创新科技数大招风 创办至今经历不少风波 中央社报导 一家美国公司于2018年指控大疆创新科技侵权 并依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规定 向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 指控大疆及其关联公司对美出口 在美进口或在美销售的无人机及其组件侵犯其专利权 请求发起337调查 并发布有限排除令和禁止令 对主打国际市场的大疆创新来说 失去美国市场几乎失去一半业务 将造成相当大的冲击 原本外界猜测是对大疆创新的安全抱持疑虑的美国 从中搞鬼 但后来才发现原来与大疆创新有如此深仇大恨的 是自家中国厂商 综合中国媒体报导 对大疆创新提起337调查的原告 是同样来自中国深圳的同乡企业深圳市道通智会的美国子公司 这两间公司的恩怨可追溯到2015年 大疆创新在深圳起诉道通智会的无人机专利侵权 隔年又在美国德拉瓦州联邦地方法院 状告道通智会专利侵权 并在德国玩具展上对该公司的产品发出临时禁令 而道通智会也不是省油的灯 该公司在2017年底分别从美国捍卫联合 及另一家加拿大公司买下两项无人机专利 并在隔年4月在纽约起诉大疆创新专利侵权 巴远更提起前述的337调查 两家公司从国内打到国外 让中国网民大叹商人无祖国 甚至痛斥道通智会在外国状告自家同伴的行为 是汉奸卖国贼 不光是中国同业的竞争压力 大疆创新高市战率带来的安全隐忧 也引发美国当局关注 BBC报道2017年美国陆军就曾经发布禁令 禁用大疆创新制造的无人机 并指控该公司将美国基础建设 及执行勤务的数据分享给中国政府 美国国防部网站上一份文件 指出大疆无人机在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的行动或演习中被使用 包含洪水救援或应联邦紧急情况管理局要求实施的行动 但是根据美国防务一号网站资料显示 大疆无人机并未在陆军中被广泛使用 主要使用的机型仍以美国产制的美洲师等无人机为主 另外负责为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做测试的人员 在业余时间用大疆无人机做类似测试时发现 软件检测到无人机向大疆创新传输解码数据 但服务器的确切地点仍不确定 除了外部优患大疆创新的内部问题也不少 自由时报综合中国媒体报道 2019年1月大疆创新内部传出严重贪腐 涉案金额超过10亿元人民币 主要透过内外勾结吃回扣赚价差等贪腐手段 公司还另外成立反腐小组深入调查 估计牵涉范围超过上百人 如今面对美国的国安威胁指控 大疆也发布声明回应 公司高度重视信息安全问题 技术的安全性也在全球得到反复验证 其中也包含美国政府和其他美国企业 小心应对怕的就是成为下一个华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显示能够得到一个保障 这就是我建明镜电视平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 想有一个思想观点交流的这个集散地 这些人才的思想得以表达 这些人的知名度也因此得以增加 强烈了一个新的电视台 叫明镜大家台 这个大家台就是让大家来参与 一起来建设这个明镜 那我们现在准备有这么一个新的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